这一站来到的是爱芝县 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 它的首府就是明谷屋市 我现在在日本的明谷屋 然后一会儿去见一个朋友 到他们家的一户建去看一下 走了 提着行李 丰田集团是在明谷屋市总部 这天气真好 蓝天飞白云的 我发现日本人挺爱看书的 就在地铁里边 看书啊 然后这前面就是大区 这里面一整片三电街 Daiso我知道Daiso 这个人推荐说里边日用品很便宜 非常便宜 对 这边啊 商店街 这就叫三电街 对 明谷屋存在港的三电街 其他三电街全倒闭了 传统的三电街都不行 为什么呀 明谷屋多少人呢 200万人口车是400万 因为公司里面都有配这个车嘛 人来的然后就换换这个车 这叫大虚观音室 过年的时候人多啊 哎 你看那鸽子 它也不跑 对啊 我就发现就是在这个日本 小动物特别的多啊 这寺院里边有人去捐献钱 然后就把这个名字给写在上面 有一些人名和公司名啊 日本的寺庙和神社 很多都是猪色或叫丹色 为啥是这个颜色 你知道 反正大虚是什么都有 是很多元化啊 对古董书占卜 占卜 然后吃的 还有很多台湾的那个小吃店也有 名谷屋的亚巴东 有这儿还排队呢 你看 这总店啊 嗯 它是亚巴九嘛 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就是亚巴九 啊 这儿还是流浪者的天堂 对啊 那好多流浪 他不去 他见那个那个检疫房 他不去住 就喜欢住在这桥下面 这就是名谷屋最著名的商业区啊 就相当于北京的西单似的啊 西单王府井 你看看 人流还挺大的 往里面去 就是夜街 夜店 这边是有夜店 有夜店 嗯 一整树下来 都是那个夜店 到晚上这边就非常皇宝 这些都是酒店里边的 这个酒店跟这些按摩店啊 用的一些卫生用品 这是院丸的装带 然后里面有一包包的 这还一个摩天轮 对 这个摩天轮 我们有多少年 十几年前 以前都是被战火烧毁的 刚才过来的那个道 叫白米大道 全部是被战火烧烧没了 二战的时期 二战时期 最后的那个美军被轰炸的时候 现在都是新建的一个城市啊 那个甘情的 k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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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 我女儿她的甘情发表 回头的 kawaii kawaii 那旁边的叫Ata Hotel 就是那个右翼的所谓的右翼的宾馆 哦 老板是右翼的 对 嗯 中国人应该知道的这个Ata Hotel APA NHK 哇 我也喜欢看NHK的纪录片 我说我要是在这喝完一瓶水 都没有地方扔是吧 这地方是没有垃圾桶的 哎 那有一个吧 哦 那不是 那是一个 银水鸡 银水鸡 所以说在日本就这点啊 那个垃圾没地儿放 要自己带回家 对啊 要自己装的包里边带回家 对 这是一条护城河是吧 名古屋的护城河啊 里边就是那个城堡 城堡 那个就是名古屋城 特别的宏伟壮观的 我在网上看到 哦 这是重新修的 片手隔被烧了 烧了 然后重新修了 哎呦 这云彩 这跟蒋 但是呢 这还算是一个工业城市呢 环境都通透到这种程度 你想想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去城堡里看了 只奔下个主题 去看一看 日本的公寓 有哪几种都是什么价格 这就是那种 Mention 这个 你看它外观还很新的 这至少也有 二三十年以上 啊 那么久吧 对 你看我按我的经验 大概这这这这种楼都有二十年 当然看得很新啊 是啊 这种楼弄不好都有三十年 啊 就是因为它有一户好 它修缮 然后这边外墙翻新 十年就要做一次防水 啊 楼顶还要十年做一次防水 重新重新做防水期 好 这就是一户建啊 对啊 它它这就相当一户建啊 就一十平米可能 应该给盖三成 室内的一户建都相对来说比较的 就这么小 拥挤局促啊 太局促了 如果要去乡村像你们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啊 对对 日本的汽油很贵啊 对啊 我们家有都收不起 多少钱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五 一升 一升一百七十多 对啊 那也相当于八九块钱了 前三年还是一百二十左右 通货膨胀 这就是板斜坡 黑的有着斜坡 我们水淹不到 哎 是 先来到闷神的顶层看一眼 看看整个的民谷物事 这就是闷神啊 典型的闷神 但是他们这个小区是封闭的吗 封闭 完全封闭 这是封闭式的 完全封闭式 这都是这两年干盖的 然后那个就是跟我们同年带的 就这个褐色咖啡色的巧克力色的楼就是 然后在前面这个小公园也有 这有一个小公园 这是竹端道 出城是环境无私中心 所以这边很强 所以我们要买不会买那种 那种也就 也就六七十平米吧 六千万肯定要 五六千万 相当于就是两三百万的样子 人民币啊 六七十平 可能还不止 因为在后面就是地铁站 我也没有去过 怎么还有 空军基地在那里 空军基地就在 在那边的 哇 这是一军基 一会儿我们去的是那边 那个山地 对 那边还挺远的呢 这拍过去要一个小 二十分钟之前 这边就是你们喝水的地方 饮用水的地方 水场 你看啊 就是说在日本的大城市里边 好像就没有那种高楼大厦的 远处全是错落有致的 小房子 这些都是私有产权吧 对 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盖最老的房子已经多久了 有没有一百年 应该没有 这周边我也不知道 但是好几十年还是有的 对 还有这种空地有的是 是吧 没有人 可能没有人认领 但是也不可能动人家的地 是吧 特别是这一家 不行 都没能住 但是也没能感到这 另外地 可能都费 七八千万 哇 这么贵 样板房还在公开 你可以进去 这里边有好多中国人 买的 户型最全的 最新的这个楼盘 即使是就是明谷屋最大的楼盘了 也就这么大 也就这么大 这是叫明谷屋是 优良 就是优良 就是优良漫长 这是优良小区 优良的楼盘 我们坐电梯到这个优秀小区的楼下看看 是怎么个优秀法吧 定点的您能把这垃圾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要分好了 一定得分好了 如果要瞎放的话 被查出来了 罚的很重 不罚你钱 不罚你钱 但是它会 呃 拿着放在那里 你自己来认 或者 因为日本乌鸦多嘛 它这个是防止乌鸦来啃食的 对 这个蓝色的网 我们把垃圾放进去 就 嗯 把网罩上去 哦 这个意思 这就是 15年大修缮 然后外墙全部都 重新清洗 给它清洗很干净 如果是油漆的话 它要重新上漆 它在楼顶 它肯定要做防水 然后你不拿一个月交 两三万的那个修缮金 30是 总共花了7亿多 就是 关修缮花掉7亿多 你能看出来这个就是 30年的楼龄的 这是新刷的 这是业主的棒球场上吗 没有 这个公共的 日本人从小就特别喜欢打棒球 你看他们的孩子都不需要家长去接送的 不需要家长去当个宝似的 你们小区算是中高档的 然后再去看一个稍微低档次的 闷行啊 这个算是一般的闷行啊 早年间 40几年 住户少一点 但是就是楼稍微老一点 也没有那种配套设施哈 所以你看这墙都干净了 虽然是老楼 屋里太脏了 咱们就不拍 仓库 仓库 单仓库 这是一个两居室啊 这边也是你的 这边也是你的 然后有一个厅 嗯 这块土地也属于你的是吧 以前种的芋头什么的 黑莓 啊 然后玉米 你买的是多少钱呢 这当时是 八九百万吧 啊 便宜 我也梦想着有一个小花园 这一共几层啊 三层 三层 嗯 不错 紫围树啊 整片盛牌的时候非常有 就不太过了 发挥余热的交通安全志愿者 跟朝阳大妈那样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是没有工资是吧 也有可能只有一个 补助之类的 工资应该是没有 这个就是属于公租房啊 你看这个阳台特别的窄 很窄 这是日本的公租房 这都是必须是低收入者才能入住的吧 你高收入也可以住 但是房价就很贵 房租不是一样的 按你收入来算 房租 这车子都是这样停的 哇 民谷的公租房很多 这个也是 那市政府也花了不少钱去搞这些福利项目啊 这种抽签能抽着吧 有一次抽不中 然后第二次抽就给你两个钱 一个人就有两个就这样子 像我们北京的公租房 哪轮三年左右才能轮得上 我们一会去祈福县啊 哦 这小路 这个是除了一户建和 温慎之外的一种户型 对对对 叫什么 Apartment Apartment 明谷似乎很少见到这种高层建筑 这好像也是一类特殊的公寓 我们明谷这边呢 应该都不是很喜欢住 超高级的团堂啊 团堂啊 团堂什么的 啊 喜欢住 一户建 一户建 然后 第二 第二十几层的 很多十三层啊 像我周边都是十三层左右 家具店 这道小牧 小牧师到了 这边就是制造业比较发达 你看都是集装箱车似的 到下班时间 这边车很多 是 但交通秩序还是可以的 它就是盖于绿灯 就大家走 顺顺的走 是 也没有任何喇叭 没有 没听见 这一路上就这一个 没有其他摄像头 一路上就一个测速摄像头 不像中国那 到处都是摄像头的 这上面一排好几个 老家 说自民党的官员 很多都是来自于齐府的 对 所以它会把这个基础建设 早年间给建的好一些 那现在可能不好做了 那开始修修 说它有这个底子在 是吧 这个地方的公路 所以就相对平坦一些 别的可能县市啊什么的 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的路广 下一期到了日本最传统的 和式一户建 看看里边什么样 吃了村里发放的免费的日料 还体会了日本人的代客之道 以及安静的乡村农家生活 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了